近期有不少真无线耳机推出 除了售售只有两粒耳机 全无线够方便之外 測心跳记录身体状况 甚至防水功能 代表作就有最新推出的 Samsung Gear IconX 和Braggy的The Dash 单讲防水 The Dash的IPX7 有1米防水功能 而IconX就有PEI涂层可以防水浅 所以今次就带他们到泳池测试 对IconX绝对是阅级挑战 而今次也特别找了两位游泳小女将帮手测试 两位虽然年纪轻轻 但就已经赢过不少学界和泳种的分铃赛 是否每天都会练队 是 暑假是 如果平时就三天 如果真的练队可以听歌 你会听什么歌 听些快歌 会听些轻快点的歌 因为会跟着它的节奏 是 会快点的节奏 两位都不若而同 觉得IconX外形小巧 带起上来比较有型 加上颜色又特别 相对吸引得多 这回合IconX先赢一仗 不过两位都有点担心 完全无线会不会不够稳定 但在跳水、转堂、挖水的时候会掉了 先来一个有型跳水 结果两款耳机都有跌下来的情况 不过说到底都是耳机 只是作为休闲之用 这个都算是非战之罪了 再带着梨游泳 两款耳机比想象中大得稳 游了大半个小时 两者都只是各有一次跌下的情况 但要提一提及是 两款耳机在用蓝牙连接手机听歌的时候 在水中会有接收不良的情况 都是比较建议听内置歌曲 而除了听歌之外 两款耳机也同样设有相应的健身程式 透过配合耳机上的微型感应装置 记录相关的身体状况 IconX可以记录心跳率和卡路里消耗 而The Dash除了可以记录心跳 卡路里还有呼吸和转堂的次数等等 在音色方面 两位都觉得两者不相拍众 记者个人就觉得 以无线耳机来说已经属于相当高质 只是两款低音 若然不足够 另外两款耳机都是以轻触式操作音量 及播放等等功能 无论在水中 亦或是平常操作都挺方便 但总括来说 两位女生都一字选The Dash 认为戴得比较舒服、稳阵 操作亦相对简单及稳定 但要一提的是 IconX本来只是防水浅设计 但今次月级做游水测试 仍然操作正常 亦都绝对有惊喜 最后一提的是电量 IconX可以听歌两个钟 而The Dash就可以用四个钟 在无线耳机里算是相当长期 两款耳机都是以充电盒式充电 IconX的充电盒设计比较轻巧 亦都比较靓 但The Dash电量就比较多 可以为耳机充电五至六次 给大家習近平